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来到老胡的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90%的99%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功能 这个话讲的有点绝对 也很熟这样一个开场白 但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什么东西 讲关于字幕有关系的东西 那么老胡在以前节目里头讲过 字幕有两种 一个叫内嵌字幕和外挂字幕 内嵌是视频的一个部分 等于在那个视频文件里面 那么外挂是跟视频文件是独立的 你外面挂上去的 可以挂一个挂两个挂三个挂一百个 没毛病 那我们讲内嵌的话 往往是单一与总 或者是双语 我们看见过中英文对照的内嵌 好多看电影不都是这样的吗 挺好看的 那么外挂的话 往往是中文的英文的阿拉伯语的法语的和德语的单一语言挂在上面 那么今天我就给你看一看 外挂也可以挂双语哦 嗯是不是99.99%的人都没有听说过的 好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挑我以前做的一期视频来做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幕 因为你要外挂一个双语字幕 你首先要一个外挂的字幕文件 这个双语的 对吧 那么一个做法就是用免费的网易键外 那么你不知道怎么用网易键外 在我的频道里头收网易键外 我昨天有节目讲过这个地方 那么我现在就是 我已经上传了一个音频在这个地方 已经生成了这样一个双语的字幕 给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这一期节目 你看看生成的字幕 就是中英文对照 你好 Hello 我是老胡 I'm old who I'm老虎 这个地方我就让它的自动翻译 我没有做任何的修改 然后生成这个东西 你可以在这边修改这个字幕文件 然后你可以导处 导处就是一个srt的文件 那最后我把这个导处下载 以后的就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看到 就是开始 Hello 你好 我是老胡 你看英文中文 英文中文 你好 这就是一个双语的srt的文件 那么正常的做法 你可以把它导录到pr里头去 导录到archtime里头去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内嵌的字幕 那么内嵌生成在文件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把同样这个字幕文件 把它挂到YouTube这个视频上面去 怎么玩 好 主要这个字幕文件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是这期节目 那么我是频道主 所以这个地方 我点击它 进到这个后台 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字幕 页面 你看我这个地方 现在有的是中文字幕 那么我现在再来添一个英文的 我来挑个英文 在这后面Y开头的吧 英语 英语美国 然后在这边字幕添加 这个地方我上传刚才下载的那个文件 包含时间戳在里面 然后在我这个下载里面 就这个文件 刚才给大家看的 我打开 大家看到了 第一行 Hello 你好 它的时间戳是第009秒到1分03秒 这样一个情况 第二个 第三句 全都是中文文对照的 播放的效果是怎么样 你好 我是老虎 欢迎大家来到老虎 看到吗 这是外挂字幕 外挂的 而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刚才是 这个没有 这个视频应该是没有内嵌字幕 它就这个情况 所以呢 外挂也可以双语 那么你用还是不用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头有个更深的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用外挂字幕 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或者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 这样的副作用呢 今天这期节目 我就不讲 如果你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什么心得 或者是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你留言 跟我交流 我可以先在这地方告诉大家 不是所有的情况 你都应该用这个东西 但是对一些特定情况 如果你的主要的观众 就是中文和英文 那这个方法是不错的 如果你还有其他语种的观众 那你就要小心 用这种东西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讲了 因为一讲可能还要十分钟才能讲得清楚 但是我今天只是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讲外挂字幕 其实也可以做成双语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 谢谢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